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开了一台 宝马Z8 1999年款的 是詹姆斯邦德 电影里面出现的 你看我们版面还有个007 你看我真是 哇这种银色这种涂装 你注意到主角的造型了没 嗯?他怎么 他这是 你给我看一下 给你来 造像给你看一下 这要是打劫银行吗? 是的 我就是外星人的装扮 你知道吗? 没看穿吗? 看出来了 外星人我就是 带个绿色的布 蒙下来就叫外星人 是啊 造一张 照片 诶 再拍一台就可以奖励抽奖 哦 你看这个外星人造型怎么样 给你看看那个 那个年代的宝马 外观是什么样子的 跟现在的 看车头吧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诶 等一下 现在那个鼻孔更大 那时候是扁扁的 嗯 那时候鼻孔是扁 现在是圆的 呃 不是圆 现在是椭圆 嗯 拖圆一点 是吧 大钢牙了 对 挺进化了 对 变成钢牙了 那时候不像鼻孔 这扁扁的不像鼻孔 嗯 嗯 手动的 还是 还是 哇 这个内饰 嗯 很有年代感 是的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台车 嗯 不是最新的那个宝马 是 嗯 对吧 嗯 它就是没有那个 机体8子 啊 没有挡巴 嗯 哎呦 拖制性掉一个 最新没挡完 就直接旋扭了 嗯 嗯 其实很多车子老早就已经这样了 有像 分尺就是怀挡 嗯 没挡 然后我记得好像解豹也是那种 旋扭式的 林肯也是不是也是旋扭 好像是 就就挺多车老早就这样了 包括 电动车 特斯拉什么的 嗯 这些不都是没有挡巴了吗 逐渐这个东西就可能概念要就是 结果驾校 驾校白雪了 是吧 大家叫白雪了 来挂挡什么的地方的 算了 哎我挡了挡灯了 还找不到 搞了半天是吧 我去 这是哪 这是万载深远 车子 陷到了这个沼泽里边 哎 这个地方有一扫 还真是沼泽 哎 这是个沼泽 哎 如果是放吃鸡里面 就不是里面有一个大坑位吗 吃鸡里面有个坑位 哪张图 吃鸡里面 我对吃鸡现在已经 已经没有那个了解了 已经 都忘了 对都忘了 我们搞一台别的车 在这里怀 搞一搞吧 挑战挑战 是吧 我知道 我们可以别的来挑战挑战 好 好